上个视频,我们帮助Susbee拦截了Cobus的资源箱,为她的店铺,补充了货源。 这个视频,我们继续来完成系列任务,索了尼斯之声。 跟着黄色任务点找到Susbee和她对话,Susbee对于现在的货源非常满意。 她告诉我们,福尔同纳的另一位居民,Business正在寻找我们,要我们去和她见面。 跟着黄色任务点找到Business和她对话,她告诉我们,自己是奥普山谷的保密工作者,拯救B林被决的物种,并要我们帮助她进行一些保密工作。 乘坐电梯前往奥普山谷,Business告诉了我们她的真实用意,她想用一枚开始炸弹和阻止商药队,负债的索拉里斯人进行判杀的回收小队。 尤里格对此并不赞同,她要我们不要生炸弹,而去偷取负债的索拉里斯人的名单。 踢入奥普山谷以后,使用快速传送点,转送到黄色任务点附近,快速前往黄色任务点,使用大门前的终端,关闭激光栅栏,入侵里面的数据终端,获得名单,快速撤离几个。 小心里面的无人机被她发现的话,会触发警报,数据终端会开始抹出数据。 不过只要你开锁的速度够快,一切都不是问题。 尤里格查看名单以后,而且Business的地面小队也在名单之上。 而且Business同她的地面小队也失联了许久,她让我们去帮助她寻找这只地面小队。 跟着黄色任务点找到地面小队,那时如意是意外。 Corpus的回收小队已经袭击了他们,检查遇难者的广存,发现小队中还有幸存者。 我们要搜索附近四名遇难者的广存来定位,幸存者所被关押的位置。 遇难者的遗体比较分散,还且耐心寻找。 跟着黄色任务点找到幸存者的关押地,解决掉里面看守的两名大地狱翼。 解锁里面的控制台,帮助优地口进行入侵。 在此期间,会不断有敌人前来进行袭扰。 我们最好躲在房间内,将前来的敌人一一击杀。 这样既可以躲避空中运兵船对你进行的轰击,又可以将所有的小怪聚集在门前, 使用伏特的E技能进行快速清理。 期间,请注意拾取大地玉利掉落的数据密钥,这样可以减少入侵时间。 入侵完成后,幸存者获救。 此时Nive出现,告诉我们他已经发现了我和斯斯比之间的小动作。 还派出了回收小队去回收斯比。 我们按照尤里克的吩咐,返回福尔图纳,请呼阻止回收。 但为时一晚,斯斯比被抓走了。 进入电梯,返回福尔图纳,日误完成。 进入福尔图纳,前往斯斯比的店铺。 此时,斯斯比已经被抓走,而尤里克正在店铺门口等着我。 尤里克对于斯斯比的遭遇非常自责,决定去投考Nive,来修复他与索拉里斯人之间的关系。 Nive打算启动一座宝瑞给冷却塔,但一直没有修复成功。 尤里克要求我们寻找材料,来帮助Nive修复冷却塔。 进入浩布山谷,快速传送到任务点附近。 我们要在任务点防守一座挖掘机,直到它挖出修复冷却塔学需的材料。 其拜Cobus能量运送者可以获得电池,将电池放入挖掘机也会其补充能量。 挖掘机能量耗尽的时候会停止挖掘。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,还请保证挖掘机的能量充足。 电池还能补全挖掘机的护盾。 当挖掘机的护盾过低时,请使用电池为其补满。 挖掘完成后,我们获得了修复冷却塔所需要的材料在现实。 按照尤迪克的吩咐,我们前往冷却塔准备去修复它。 但内夫在我们到达之前,一意孤行,启动了冷却塔。 冷却塔启动失败,并释放出了足以威胁到整个山口的热量。 尤迪克的计划失败,让我们尽快地反规方同纳。 内夫因冷却塔的启动失败,前奴于索拉里斯。 作为惩罚,他要求尤迪克交出10名索拉里斯工人, 进行回收,进入电梯,阿规弗尔图骂,任务完成。